3G系列AMD发布新旗舰RX6950XT显卡还有不到两周左右 但在此之后基于RDNA2架构的RX6000系列就算是正式完结了 紧接着便会直接跨入RX7000系列显卡的主战场 但根据最新的消息来看 RX7000系列除了会采用RDNA3架构外 性能翻倍和功耗攀升也成为了事实 这一更为详细的情况就请跟着烧一课 来看看吧 其实就目前来看 显卡价格是一直处在下跌阶段 恢复到原价值时间问题 但作为一位明智的等等党 与其说不买3G系显卡用着核显过度 还不如直接期待下一代老黄的4G系显卡 以及苏妈的7000系显卡 而现在已知的是 除了4G系显卡将有望获得性能翻倍外 7000系列显卡同样也是如此 具体来看RX7000系列中的旗舰显卡RX7950XT 将会采用台阶电5nm制程工艺 并基于全新的RDNA3架构打造 配备超大的Navi31核心 但根据推推用户所展示的架构细节来看 Navi31核心将会放弃此前的CU计算单元 取而代之的则是规格更大的WGP设计 同时企业会采用类似于Risen的MCM多晶片封装模块 最终有两个GCD图形核心芯片 和一个MCD多缓存芯片构成 基于这些的加持下 RX7950XT将会拥有恐怖的240个计算单元 和15360个流处理器 这直接是达到了现有RX6900XT的3倍左右 同时也是RTX3090的1.5倍 至于在显存配置方面 RX7950XT仍然会采用未宽为256bit的GDDR6显存 但容量和频率会达到历史之最 来到312GB和2.5GHz 除此之外 其配备的3D Infinity Cache无线缓存技术 也将从Navi21核心的128M 扩展到256M 甚至是512M 看得出来 AMD为了RX7000系列 可谓是既创新的技术 又多有的猛料 而在性能方面 根据WCCFTX的消息指出 RX7950XT将拥有高达75G浮电的FP32运算性能 这直接是比RX6900XT提高了约226% 同时对比RTX3090也提高了约110% 看来4K144玩游戏也确实是要达成了 而性能的提升换来的就是功耗大幅增加 据悉RX7950XT的TDP功耗将来到500W 相比RX6900XT直接是高出了200W 看来官方的推荐店员预估会是1000W起步了 最后是发布时间 目前苏玛依已经证实 AMD下一代Zen4价格的锐龙处理器 以及2DNA3价格的RX7000系列显卡 都有望在2022年发布 但受限于芯片供应情况 RX7000系列显卡将会在2022年年末推出 所以各位玩家们就继续保持期待吧 至于价格方面 目前并没有太多的消息 但各位玩家可以把你们认为的价格 打在评论区或者弹幕上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意见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给祥 我们下期再见